这怎么回事 这么乱 遭贼了吗 小星辰 你给我出来 薛 薛哥哥 你 你趁我不在家 又干了什么好事 我 回你房间去 我 在我消息之前不许出来 我当初为什么有灵感一个孩子 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他 竹梦之光出品 现代温馨丹美微短剧 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他的 欢迎收听 您好 请问是小星辰家长吗 没错 您是 我是小星辰的班主任 是这样的 您家孩子忘带成绩报表了 这张表格很重要 今天必须上架 麻烦你尽快送过来 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他 小心沉这孩子 很乖巧 不闹腾 只是反应有些慢 笨手笨脚的 没事 乖巧就好 对 对不起 没事 我来收拾 你快吃饭吧 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他的 行程 你想要什么和哥哥说 哥哥买给你 好 喂 啊 我是 可是 我现在在外面啊 这样 好吧 我马上过去 你就站在这 乖乖等我 哥哥马上回来 好 好 好饿啊 可是哥哥说过 要等他 不能走 哥哥 是不是不要我了 星辰呢 星辰哪去了 我操 我好像给拉子上场了 你是傻子吗 我没来接你 你不会自己回去啊 我以为 我以为 邪哥哥 觉得我又准又笨 不要我了 我一定是上辈子见他的 星辰 我回来了 忙了一天了 累死我了 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脏 快去洗洗 哦 这小孩子 真是一刻都不让人省心 这什么东西 一幅货 是他画的 别看 还没画好呢 这你画的吗 是想 送给哥哥的生日礼物 可惜我画的不好 你画的很好 我很喜欢 你画的我都喜欢 薛阳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不容易吧 怎么没考虑 给星辰再找一个妈妈呢 是挺不容易的 不过 我还应付得过来 薛阳 我相信 你看得出来 我对你的心意 我不介意星辰 我会把他当作 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你 愿意接受我吗 梦 你是一个好女孩 我相信你会遇到 更好的人 我有星辰就够了 真的 一点机会都没有吗 是因为星辰的妈妈 抱歉 也许 这是因为星辰吧 前面这位小哥请留步 这位小哥 你牵的这个小娃娃 是不是这里 这里有些问题啊 这老家伙脑子有问题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玩这一套 你胡说什么呢 这孩子 魂魄不齐 怕是上辈子 遭了什么灾火 此后 许得好好养护着才行 这人儿是个神棍吧 我回来了 你在我身边这几年 究竟是想干什么 薛阳 这么快就知道了 当初道长救下我 不问身份 不问来历 我们一直和平相处到如今 不是很好吗 哎呀 忘记了道长是看不见的 要不然我还真想知道 当初道长举戒挥下 那些无辜的尸鬼时 还能不能下着去 还有昨天的宋道长 你志同道合的好友宋岚 你骗我 你想骗我 没错 我骗你 我一直在骗你 谁知道骗你 骗得你都相信了 不骗你的 你反而还不信呢 就是 真是笑死我了 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 你一事无成一败涂地 你咎由自取 你自找的 被欺骗了几年 将仇人当作好友 身也被人见到 自以为在触摸降妖 手术却染了无辜人的鲜血 杀了自己的好友 饶了我 你不是要拿剑刺死我吧 怎么一会儿又求饶了呢 死了更好 死了的才听话 人家 锁榴楼 对了 锁榴楼 我需要一个锁榴楼 你说上辈子 咱俩到底接下了什么神仇杠的 这辈子要我这样劳心劳力地 照顾你爱护你 宠你养你 这是我欠你的 你干嘛还来缠着我 就不怕我这辈子也会害你吗 薛哥哥 罢了罢了罢了 既然如此 这辈子我便爱你护你 宠你养你 全当是还上一世的债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破碎的花瓶闪烁 不知自己犯了错 躲在角落 悲伤的表情划过 无法发泄出的怒火就只能掠过 沙发下面的画作 潦草的笔记表述着在一起的生活 若是这种甜蜜的折磨 也只能放在怀里慢慢抚摸 窗外风景闪过 或许旅途颠簸 有你在陪着我 开着车追赶着日落 这一刻就远在我心中定格 手中握着 口中黏着 脑海不停地按着 就算痛着 就算累着 是我自找的 手中握着 口中黏着 心中默默祈祷着 愿这样过万一生的蹉跎 Zither Harp 雨如青盆降落 地上漂浮起泡沫 再见到你的我 明知自己犯了错 却说 为什么还要等着 手中握着 口中黏着 口中黏着 脑海不停地按着 就算黏着 就算痛着 就算痛着 就算累着 就算累着 是我自找的 手中握着 口中黏着 口中黏着 心中默默祈祷着 愿这样过万一生的蹉跎 手中握着 手中握着 口中黏着 口中黏着 你只可能是我的 前世前了 今生渐了 我愿偿还者 手中握着 口中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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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默默祈祷着 愿这样过万一生的蹉跎 手中握着 口中黏着 心中黏着 跟忘记 2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